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成功控制了血糖 还减了20多磅 甚至连灰指甲和香港脚的问题也得到了改善 这一切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独家配方 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 平衡阴阳 激发自我疗愈能力 如果你也想了解这款纯天然健康方案的秘密 千万别错过节目结尾的分享 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共新闻发布会 令全球失望 盟友基里巴斯怒批 中共导弹试射行为 日本首相上任后首次出访 深化东南亚合作 卫星技术首次直连手机 驻北卡罗来纳州紧急通讯 十一长假结束后 中国股民和各界人士都期待中国股市将以更加有力的势头 延续节前的涨势 但市场周二的表现却出人意外 股市剧烈震荡 令人恐怖 10月8日 中共当局表示 对实现今年全年增长目标充满信心 但并没有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刺激措施 这让继希望与政策制定者的更多支持来让经济重回正轨的投资者大失所望 股市在早盘大涨 但在中共当局未能提出维持市场乐观情绪的刺激措施后 市场快速失去动力 中国蓝筹股护身300指数周二早盘涨势凶猛 一度冲过10%的高点 大午盘后回土部分涨幅 收盘上涨6% 香港恒生指数则出现暴跌 跌幅超过9% 创2008年以来最差单日表现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 也没能够避开这一波从北京蔓延过来的不安情趣 出现了集体回落 伦敦交易大厅经理克里斯托弗·彼得斯表示 今天上午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会 似乎没有真正给投资者带来太多的新的刺激措施 新加坡华侨银行外汇策略师陆黄凯勤说 到目前为止 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似乎没有提供有关刺激措施的细节 人们抱有希望 但结果令人失望 中共政府今年3月宣布的今年增长目标为5% 但从今年二季度以来增速明显减弱 在房地产行业严重低迷的情况下 家庭支出和商业信心受到巨大的压力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 要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疲软问题 最重要的是改变中国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取向 增加消费者收入 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但是 从周二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出来的信息看 这种政策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在盘前交易中大幅下跌 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周一突破4%后略有回落 投资者降低了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市场焦点将转向周四即将公布的美国CPI通胀资料 以评估美联储的政策路径 调期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在11月会议上 降息幅度将不到25个基点 联储理事Adriana Kugler的言论 也支持平衡降息的看法 大宗商品方面 油价在周一大涨后回吐部分涨幅 因中东冲突扩大 以及对美国风暴造成供应中断的担忧 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下跌1.9% 跌至每桶79.41美元 此前一个多月来 首次突破每桶80美元 在10月8日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路透社记者问道 一揽子刺激政策的规模和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不是能够实现 经济面临的通缩压力会不会缓解等问题时 发给委副主任赵晨熙顾左右而言他 接连引用领导郑珊杰的讲话12次 直接化身领导的复读机 近日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对中共上个月在该地区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举动表示强烈不满 称其不欢迎北京的行为 凸显出基里巴斯对于当前地区安全局势的关切 基里巴斯位于太平洋并靠近夏威夷 拥有3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专属经济区 自2019年与台湾断交后 逐步向中国靠近 双方关系日益密切 包括允许中共警察驻扎 然而 基里巴斯总统办公室指出 他们未收到关于导弹发射的通知 对此毫不知情 中共大使馆则表示此次试射属于常规活动 而且并不针对基里巴斯或其他太平洋国家 因此无需提前警报 基里巴斯的声明重申 太平洋公海不是孤立的海洋 呼吁所有参与武器试射的国家停止此类行为 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该国批评了进行类似武器试验的其他国家 强调维护蓝色太平洋大陆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的导弹试射落在基里巴斯的专属经济区内 距离无人居住的加罗林岛不到200海里 这一地理位置 无疑加剧了当地的紧张局势 中共国防部表示 试射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并提前通知了有关国家 但包括斐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国家 对此表示关切 并纷纷发表批评意见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秘书长巴伦瓦卡 在南太平洋国防部长会议上表示 这次武器誓言令人十分失望 并指出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正面临失控的风险 此外 北纪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尊重我们的地区 强调太平洋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深知和平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也在北京会晤中共官员时 提及了此事 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称 此次导弹发射是不受欢迎且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 近年来 中国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 在基里巴斯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背景之下 中共希望重新开发一座废弃的美国空军基地 基里巴斯将与本月举行总统选举 现任总统塔内西·马茂索塞政党的四名候选人将参与竞选 反对党领袖泰西·兰博尔尼批评马茂与中共的关系密切 并对缺乏反对派参选表示不满 近日 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将于本月10日到12日出访老挝 参加东南亚国家协会相关的多边峰会 这次出访是石破茂上任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 期间他预计将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个别会谈 以加强双边关系 此次访问的日程安排 包括10日参加东盟与日本的领导人会议 以及东盟与日本、中国、韩国三国领导人共同参与的会谈 11日石破茂还将参加东亚峰会 该会议将包括美国、印度等国的参与 进一步探讨区域合作与安全问题 日本内阁官方副长官菊青一郎指出 石破茂计划在多边会议期间举行双边峰会 目前相关的安排正在协调当中 预计他将与韩国总统尹七月 印度总理莫迪 澳大利亚总理埃班尼斯 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人进行会谈 中日关系近年来因领土争端和军事活动而日益紧张 石破茂已公开呼吁建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亚洲安全机制 这次访问不仅是石破茂政府对外政策的一次重要展示 也为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提升提供了契机 近日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了SpaceX与T-Mobile的一项新措施 利用Starlink卫星技术为飓风海轮影响下的北卡罗来纳州提供紧急通讯支持 这是全球首次官方授权卫星公司能直连手机 这个特别授权允许启用Starlink的直连手机功能 无论用户网络供货商是谁 让当地所有手机都能接收到紧急警报 此外 T-Mobile用户还有可能参与简讯功能的测试 目前 Starlink卫星已开始运行 并向北卡罗来纳州地区首期广发重要的安全通知 尽管SpaceX的直连手机卫星星座尚未完全建成 这次部署仍以尽力提供服务的原则进行 行动展现出卫星通讯技术在灾害情况下的应用潜力 有望成为未来应对灾难时的新标准 Starlink卫星技术除了为飓风影响下的居民提供关键联系 也是SpaceX在应对紧急状况中的一次重要实测 证明未来Starlink在全球紧急通讯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随着飓风持续影响 Starlink卫星技术将为当地灾民及救援人员维持生命线 确保重要信息的及时传递 下面是广告时间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健康520三高代谢保后的意外收获 刘先生原本因为三高问题开始服用三高代谢保 结果不仅血糖稳定在6到6.12之间 还意外成功减重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表现上海皮道 从9个月之前 刑警所有失业 任何人都不吃 很精神的 各个效果非常之好 就是说都没人信 就是自信的 再说就要的话 我帮你买广告 我感觉就是 那个灰鸡就已经 全然退了 那个灰色的 开始还原了 香港脚就肯定臭味都没有了 我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约问来自己的 刘先生的身体能有如此多的改善 正是因为三高代谢保的独家配方 它能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 平衡阴阳 激发人体自我疗愈能力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方案 三高代谢保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想了解更多详情 请访问健康520网站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儿还有您的访问 您的访问 您的访问 您一定会有否超过 访问 您的访问 您请您的访问 您的访问